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辅顺清源满足自治线 谨定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严查严管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新时代好工匠专栏今天带您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群 感受他60年的面素情缘 依托结合续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多的突出特点 新民市大力培育资产规模大 综合效益高 带动能力强的续产品 带动畜目产业集群发展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辅顺是我国著名的梅都 是一座拥有百年工业文明的工业城市 同时辅顺又是雷锋精神发祥地 雷锋精神滋养和激励着这座雷锋城 今天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特别报道行进辽宁 我们一起来看辅顺新貌 辅顺新的火梯 辅顺这座因霉而新的城市 雷锋精神发祥地 城市品格中始终眷刻着担当奉献 我身后是亚洲第一的辅顺西路天矿 这里矿底的最深度是海平面以下的340米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最低点 这里的煤炭可以说是驱动着 共和国工业的第一段航程 因为这里产出的煤炭 练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吨缸和第一吨铝 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站在这个地理坐标的最低点 回望这些第一 我们看到的是这座城市 为新中国贡献的一座座高峰 我手上这座雷锋像 是由西路天矿产出的煤金雕刻而成的 如果说西路天矿是腐顺 宏大公益文明的物证 那么雷锋精神 则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辅顺的雷锋纪念馆 是新中国第一家雷锋纪念馆 雷锋在辅顺度过了人生 最后的两年零四个月 从这里诞生并传播出去的雷锋精神 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正如西总书记所说 雷锋是时代楷模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福顺这座永不停步的城市 从未沉沉于过去的辉煌 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 在过去的13年里 福顺全力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 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15.32万户 这个充满温暖的重大民生工程 不仅改变了全市 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居住条件 也让人们满怀激情 投入到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 在福顺石化呢 石蜡的出口有着65年的历史 全世界每七支蜡烛 就有一支来自这里 而全国每三支蜡烛 同样也有一支来自这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石蜡生产基地之一呢 这里的石蜡产品 已经全部达到了 食品级的标准 有着91年历史的福顺石化 是我国炼油工业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造石油产量 曾达到全国的80% 2004年 福顺石化千万吨炼油 百万吨乙烯工程开工建设 这一国家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标志性工程 就是今天福顺石化的 龙头企业西厅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福顺石化西厅厂的 高密度巨乙烯车间 我手里的这一捧 经营剔透的小颗粒呢 就是这个车间 刚刚生产出来的产品 你可能会问啊 这个小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塑料 野料瓶 瓶盖的生产原料 您别看它小 但它确实是一个 高精尖的产品 此前呢 这一市场一直被国外所垄断 上这个80万吨乙烯呢 也就根本上改变了 福顺石化的这个产业结构 2015年到2018年四年间 锡厅厂累计突破利润90亿元 据以锡 瓶盖料等多个拳头产品 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如今 腐顺石化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石蜡基地 亚洲最大的表面活性剂基地 全国最大的贵金属催化剂生产基地 说到红河谷 大多数人是冲着漂流来的 这个从十六年前 就非常火爆的景区 如今依旧是网红打塔地 那么今天 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 带您来感受红河谷之美 看到它了吗 一会儿我就要登上它 带您飞着红河谷 你好 咱们今天最高 要飞到多少米 今天飞的话 三百亿到十百亿 哇 在我下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漂流的红河 现在呢 仍然有很多游客在下面漂流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了新开通的空中航线 红河谷景区还修宪了沿河越野体验道 往后 开着车追着湍急的河水 真的太刺激了 其实我们今天所体验的这个体验道呢 其实是有故事的 在几年之前呢 这里经历一场特别大的泥石流 当时是把整个河道都给冲毁了 景区呢 也是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将挖出来的沙石呢 突救成了今天的路基 日益升级的旅游产品 不断刷新着景区热度 利用大数据分析 实现的标准化智能化管理 也在不断提升着游客的旅游体验 运营16年来 红河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已达400万人次 这个紧跟时代脚步 精心培育出的生态旅游品牌 振兴的一方经济 也代付了一方百姓 曾经的梅都只是向下要发展 如今三面环绕的袖水青山 穿成而过的浑河 齐厉的大火防水库 都被福顺揽入怀中 雕琢成这座城市 挖掘不尽 活力无限的生态资源 壮丽70年数次看发展 1952年 福顺市地区生产组织 只有3.1亿元 到2018年达到1048.8亿元 公共预算收入 由1952年的1736万元 提升至2018年的89.4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从1952年的1.1亿元 攀升至2018年的627.6亿元 守住绿水青山 2018年 福顺大火房121保护区 工业企业和养殖厂 全部关闭 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 8月21号 中国日报在第七版刊发了 辽宁省70周年发展成就 巡礼报道 用整版篇幅 从辽宁创建中东 17加1经贸合作示板区 辽宁自贸区建设成就 以及辽宁港口集团 整合等角度 对辽宁省对外开放成就 进行了报道 报道称 自去年10月当选为中国中东 国家省州长联合会主席省以来 辽宁高度重视并以此为基础 打造对外开放合作高地 促进全面振兴 截至目前 辽宁省在中东国家 有5个省级和市级有城 建立了11对友好合作关系 数据显示 去年辽宁与中东国家的进出口总额 达到15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2% 在打造一带一路 东北出海口方面 辽宁积极整合港口资源 卖贸航线网络覆盖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个港口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2017年4月1号挂牌以来 大连 沈阳 银口三个片区 不断进行探索创新 创造出一大批制度创新经验 并全力推动这些经验 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 唯一的自贸实验区 辽宁自贸区为辽宁 乃至整个东北的开放发展 注入新的火力 成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十一巡回指导组 指导各单位在见人见事 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家住沈阳市黄沟区的居民周成斌 近日在黄沟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高兴地领到了房屋产权证 解决了他20年无法办理产权证的难题 反之最后解决我们是办成了 挺好 省委主题教育第十一巡回指导组 多方沟通协调 指导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专项整治方案 着力解决已受商品房 不能办理产权证的老大男问题 具体指导跟踪推进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第十一巡回指导组 共到9家单位进行了93批次督促指导 谈话125人次参加会议等重要活动40多场 严格审核各单位上报的方案 报告清单讲话 指导各单位自觉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 督促指导9家单位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 污染防治防汛抗旱 食品药品安全 营商环境非法集资等热点难点问题 本台报道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紧紧瞄准群众看病就医的繁星室 摸实情 找症结出实招 不断改善医疗服务水平 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 取得了良好的整改效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将从门诊一楼至八楼多站式的服务窗口 整合成为一站式患者服务中心 有效缩短患者往返路程和排队等候时间 上次住院的时候 我排的片子 到这里一花就出来了 这是昨天我来化验 化验单 我今天早上隔着 这一花一分钟不等就出来了 现在就一方便 特别方便 大连市中心医院成立脑促重一站式服务中心 并于7月初正式发布大连市促重急救地图 全市13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促重急救地图参与单位 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搜索促重地图公众号 线上及时拨打120 最大限度缩短从发病到绒栓的时间 大连市卫健委还对医院感染防控和医疗美容 进行专项检查 全市11家三级医院开展了日间手术业务 进一步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少治疗费用 全市三级以上医院优质护理服务百分之百覆盖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优化患者门诊和住院服务 开设夜间专家门诊 药学服务门诊 先诊疗后付费等一些具体措施 继续提升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本台报道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中 辅顺清源满足自治县紧盯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以扶贫工作 微腐败 机关病等为切入点 严查严管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辅顺清源县在开展扶贫领域问题监督检查中发现 湾龙抛村2017年一项扶贫资金购房款 与实际劣质不符 经过深挖彻查 又发现该村还存在违规发放交通补助 变通自治支出票据 违规举债 虚报粮食直补面积 套取直补款等其他四个违纪问题 追缴款25844元 现在通过以案处教 以案处改 促进了各行政村 进一步规范了三次管理 严格落实 示意一审两公开制度 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 切实提高了服务意识 以典型案件为突破口 大孤家镇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 整治范围 切实推动专项整治扎实开展 清源县还通过上报专项整治任务督导清单 实地督导检查等多种方式层层传导压力 确保主题教育整改落到实处 我们将注重总结专项整治工作中好的做法 好的经验 健全务实管用的工作机制和制度措施 取得移民群众看得见 感受到的成效 本台驻福顺记者报道 面素也成面人 早在汉代就已有文字记载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经营 历史渊远流长 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分 在辽宁营口市 有一位民间面素家 他和面素的缘分已经有60年了 从G7个联系上 博士渡压力 最后再 的印象成文 博士渡压力 com 博士渡压力 他叫陈群 今年63岁 是银口市城市面宿的第五代传人 五岁开始跟着祖辈接触面宿 十岁学艺 陈群从初中毕业后 先后做过很多工作 但始终不能割舍的 就是这门面宿手艺 2011年 陈群在银口老街 成立了辽南城市民间面宿馆 展馆里摆满了陈群的得意之作 在这里有一个不大的角落 一张桌 一把椅 是陈群创作面宿的天地 我现在做的这部作品 是一个小室女 这个室女非常小 就能有像那小手指盖 那样的一个脑袋 在这样小的面部 还要做出眼眉 双眼皮 所以说这个做工比较复杂 做得上一定要静细一点 完了我现在做的这个头饰 陈群说 以前在爷爷做面宿的那个年代 这些精美的作品 最多只能存放一周就会坏掉 而到了他这辈 现在的面宿已经可以作为陈列品 永久地摆放在橱窗里 由挖来挖里边拆蜂蜜 这个蜂蜜挺主要的 对 蜂蜜一般你从我这个感觉来讲 就唐剑一般基本都 都不这个其他防腐不用 我这个除了放在镜圆以外 还放在防腐的 防腐的 对 挖了之后 再还放在鱼纸 这个就是根据作品的需要的颜色 如今陈群的作品大大小小加起来 已经有上万件 在传承老手艺的基础上 陈群加入了自己创新的想法 这让他的面宿馆多了很多人气 大部分来参观的游客 都会对面宿感到好奇 陈群也愿意和大家 唠唠这门手艺 陈群讲着自己的故事 游客们找寻着自己的回忆 我今天来 我觉得对西达庙那幅作品 因为我小的时候 也是在这条街长大的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 还原了我们当时小的时候的场景 来看的人多 但真正会做的却很少 在采访过程中 我们和陈群说起收徒弟的事 他总是有些难以启齿 陈群说 由于面宿作品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 很多人学了这门手艺 却坚持不下来 陈群一有空就带着他的小面人来到社区学校机关军营 把面宿带到大家面前 也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 他结识了一群特殊的面宿爱好者 来自银考试孤独症研究会的孩子们 和我们的孩子们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每一次看到陈老师来 可能我们有的孩子他不会说话 但是他一看到陈老师来 你就能看到他们的眼里有光 然后每一步他们之间的那种和谐跟互动 都让我非常感动 做了60年面宿的陈群 长期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和保护工作 先后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民间艺人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宿代表性传承人党 面对荣誉 陈群并没有满足 而是更觉得使命感在身 陈群说 祖辈的手艺不能在我这丢了 他要把面宿一代代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看到面宿的魅力 新民市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全市畜牧产业集群建设的重中之重 依托结合续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多的突出特点 大力培育资产规模大 综合效益高 带动能力强的续产品 带动畜牧产业集群发展 日前 省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公租站 沈阳秀博科技在新民正式投产 公租站的亚济山珠人工寿金中心存栏公租1600头 可向社会供应两种租金超过500万头份 目前我们是对辽宁省部分进行贡金 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我们可能会向整个东山省开放进行社会化的贡金 2014年 新民市经济开发区引入现代化高科技农牧企业 广西洋享股份有限公司在新民建厂 主要从事种猪肆养 养殖繁育技术服务及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 五年来 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大力发展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合同肉猪带养 共享经济模式 2015年开始 洋享公司给我们除猪仔 还有饲料 我们除猪水 除公园 疫苗啥全免费 我们给他们把猪育肥到230斤左右 利润能达到200至300 从开始我养500 一直养到现在发展到2300 年利润能达到六七十万 在过去的一年 出来了60万头商品桌 大约能够给农民发放了有 接近9000万的一个代表费 我们这个顺利的发展 也是得于当地政府呢 对我们企业的支持 对于这种山农产业的支持 你比方说 在这个土地的审批啊 流转啊 甚至专门派一个副市级领导 专门和我们企业对接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要和政府沟通的协助的事情 马上就出面 我们就帮着去跑 坚定了我们在西明这个区域 进一步发展的这种信心 2018年 西明市生猪存栏 54.53万头 生猪出栏 136.33万头 猪肉产量2.16万吨 位居全省前列 目前西明市通过企业推动 已经建立了繁育 养殖 屠宰 深加工及饲料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构筑了防疫 检疫等 肉类安全保障体系 下一步我们在整个农业提挡升级 提制增加方面 还要下一番功夫 这都需要我们整个农色龙头企业的带动 我们全市共有龙头企业21甲 作为职能部门 重点解决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遇到的瓶颈 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 本台报道 8月25号 安山市举行2019年下半年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启动仪式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总计55个 涵盖了高端制造 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165.1亿元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